小米 文泰押注 黑芝麻智能再获两轮融资 估值超百亿 9月22日消息 据媒体报道 自动驾驶计算芯片公司黑芝麻智能 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战略轮 及四轮融资两轮融资 据了解 战略轮融资的投资方包括小米长江产业基金 负赛汽车等 四轮融资由小米长江产业基金领投 文泰站投 五月峰资本 天际资本 联合蒲华 联想创投 临新资本 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等跟头 值得一提的是 2019年8月 黑芝麻智能首科车规及智能驾驶芯片 华山一号A500在国内首发 算力高达10TALK 需要注意的是 这也是小米在宣布造车后 对汽车上游核心芯片环节的第一笔投资